两年一次的卓西湘联合运动会在3月12号举行 县长徐正蔚特别到场和民众同乐 县长表示说花莲的运动风气非常盛行 每个乡镇都有很厉害的运动选手 接下来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要在花莲来举办 希望可以持续推动地方发展运动观光旅游特色产业 两年一次的卓西湘联合运动会3月12号在卓西国小盛大举行 县长徐正蔚也到场跟民众同乐 县长表示花莲的运动风气非常盛行 每个乡镇都有厉害的运动选手 接下来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将在花莲县举办 希望持续推动地方发展运动观光旅游特色产业 运动到花莲来比赛 而让运动来这个跟观光旅游来结合 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家乡能够这个来比赛 不用这个远远路遥遥的到西部去比赛 吕碧前致辞的时候表示很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辛劳 一早就先来到这里准备 并表示卓西是非常热爱运动的乡 从健身操就能看到卓西精神 组队守护队他们六点半就到了 六点半就到了把技材弄好 还有教管 还有我们所有的选手 领队教练也都很早起来 要参加今天的盛会 还有我们的这个新履历的 新履历的这些表演者也都很早 在早上部落六点钟五点半就开始起哗啦 就是开始叫大家起来了 要参加今天的活动 非常谢谢 今年卓西香运动会除了八所国小 与六村国中200多位运动好手 角逐田径 摔角锦标以及奖金 将卓西香最活力的一面呈现在大家眼前 记者高双双卓西香采访报道 对的表演者快乐 我们在这一天 让我